这群身穿黄山来自光武国中的法拉第少年 24号上午全员大集合 他们骑着自己亲手组的单车 踏上13天的环岛旅程 新厨市副市长沈慧弘特别到场授旗 并带头领旗前行 除了肯定同学们勇敢离开舒适圈 也祝福大家顺利完成学习之旅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 我们希望孩子们要注意 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后照顾好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 也才能够散播给其他小朋友 那另外把我们这个动手做解决问题 建立自己思考方式的精神 在这个创课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祝福他们环岛一切顺利平安 在12年国教即将纳入科技课程的时代 结合强调动手做精神 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创课教育 一手推动的是议员钟淑英强调 盼望培养学生创新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希望说光武国中可以带到我们全台湾省都知道说 在光武在新竹我们有一个光武国中 让全部的学校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各个学校都知道说 我们台湾有一个新竹叫做光武国中 他们有推动法拉第 那希望说法拉第明年第11年 12年13年一直延续下去 这是我对我们学弟学妹的期许 校方强调学习不只是书本 透过三个月以服务学习为主题的训练 120位孩子们都有高超的单车技能 透过漫长的暑假 让孩子用自己的双脚去阅读台湾 相信此行收获满满 那透过一个一辆脚踏车 绕一个台湾一个岛 让孩子用自己的双脚去阅读这块岛屿 然后跟这块岛的土地连结 跟这个岛的人们有一手的接触 那这几年搬下来其实非常的精彩 孩子的收获也非常的多 那甚至于那些毕业的学长姐 他们随后都还是会再回来学校帮忙 光武国中户外探索课程历经十年 带领学生探索荷欢山、司马库斯、泰冈西、绿岛等 透过法拉第单车环岛教学 实践创客精神 孩子们从自己组一辆自行车开始 更要骑着单车挑战环岛任务 预计在8月5号完成13天的环岛旅程 台湾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